大家好,我是梦川 今天的主题是不就是钱吗 我觉得其实钱没有那么重要 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 不就是钱吗 我慢慢还呗 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 小时候我爸好不容易带我去旅游一次 去了我们山东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 叫孔庙,你们知道吗 之所以去那个地方 是因为那个地方会被论语免门票 我就在家被安着背了一个月论语 去了之后人家说一米二以下免票 我当时觉得血亏 我说爸咱都省了这门票钱了 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呗 我爸说不能吃太好 吃太好找高了 别出去不免票了 当然我爸还是爱我的 我被狗咬了 我爸赶紧去带我打那个狂犬疫苗 医生说这个针挺贵 一千块钱一针 我爸说没事,打 医生说要打四针 我爸说 那他有多大概率得不上狂犬病啊 所以打小我就清晰地知道 自己的身价在一千到四千之间 家俗的遗传让我特别能省钱 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去北漂了 去之前订了个房子 中介说这个位置挺好的 离地铁挺近的 我去了一看 离地铁挺近的 离地铁站挺远的 而且那个厨房也漏水 做什么菜都有汤 最最受不了的是 那个隔音真的太差了 有时候我对象矫情 非得听个睡前故事 我好不容易讲故事哄他睡着了 就听见隔壁大哥问 然后呢 好笑 好笑 省钱嘛其实很容易的 能吃苦就行了 但是挣钱太难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机械工程师 有一次由于我的图纸错误 公司损失了大约四万块钱 但是我们公司还挺好的 也没有开除我 先让我把钱还上 后来听说因为我出色的 犯错隐蔽能力 我们领导想推荐 我到对手厂子里工作 哇 那一刻我才清晰地知道 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没有一百五十 不要急不要急了 太难了吧 想通过工作挣钱真的太难了 如果说工作是水 那些精英们就是深海鱼 在水里活得自由自在地又扛鸭 我就是只鸭子 我只擅长划水 而且老板给花的大饼特别不好使 鸭子不吃饼 还容易被饼卷起来吃了 我和我对象干过最挣钱的事 就是结婚 毕竟能挣好多分子钱 我其实以为我这种人 是没什么朋友的 直到结婚的时候 突然小鸡来了好多 而且我亲戚特别多 我有七个爷爷六个老爷 被狗咬那一次 我十几个表哥 去那个互动口 堵那条狗给我报仇 那年我九岁 我大哥四十五 我侄子二十二 本来这种小破事 没想麻烦我大哥 但是我大哥就怕我侄子冲动 我侄子还是冲动了 对着那狗上去就叫 以后对我说客气了这样 然后那个狗一回头 十几个表哥就开始撕散而逃 九岁的我 根本不可能跑过那个狗 但是幸好还能跑过我大哥 我一结婚这些哥哥们都来了 我们那的风俗呢 就是要给长辈磕头才能领红包的 我特别烦这个环节 磕了第一个头 一摸那个红包厚度 这活能接 真的是脑门一响黄金万两 磕了二十来分钟 我媳妇说哎哟不行了 腰太疼了 我说媳妇加油啊 今天正确把咱房子首付磕出来 到了四十几分钟 我也扛不住了 眼睛都冒金星了 这个时候脑子里就想起了 高考时候好多励志的标语 我就给我媳妇打气 我说媳妇 买房这个事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咱们停下了 可咱们的对手还在磕 这个时候了 一定要马上进 只要磕不死 就往死里磕 现在和我的朋友们聊起来 说我们家那个房子 都是我们俩一个头一个头磕出来的 他们就说 你们俩以前是乞丐吗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也不不买 不乖 我们俩年纪 所以我们俩年纪 打倒了 我们俩年纪